-Tesla Tuesday -Tesla Tuesday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Tesla Tuesday -我们会小心 各位同学 do you want to enable FSD while it is in limited beta -让我们一起按下去吧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shopping mall的parking plaza 然后要到Twin Peak,The Giving Tree 这时候他还没有办法 这个要拿走吗? 你看他现在没有方向盘 他得先走一点点 他们不可能帮你倒车 对,重点就是倒车不行 现在也还没有 他还搞不清楚,出现了 要开始咯 灰色方向门出现了 在parking mall我都超紧张的 所以 把速度调超慢 不过这你看这是单行道 他应该 你觉得他看得到单行道吗? 应该可以 但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对 他好像以为是已经到路落外面了 没有没有 他从这边出去 从我们刚进来的地方出去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坡 对 因为我们现在速度只给他5 所以他有点困扰 但我只想想 我希望他开慢一点 因为这个路很小 坡很大 然后前面有一台车 有开一台车吗? 有 通常驱进山的人是不会理我们的 对 然后前面有个stop sign 刚刚从这里冲上来有吓死我 他就在路中间要准备左转 OK 也是蛮 蛮随性的 讲完之后立刻靠右 他要去哪里啊? 不知道 他找不到出口出去 他刚刚那个要左转的地方出不去 对 所以他现在找了另外一个要出去 他可能走到底 这里又有一个左边要出去 但他也没出去 OK 他现在 他已经迷路了 他现在有另外一条路线了 没有没有 你没有发现 他以为我们在外面 哦 懂我意思 Ending 自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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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标线没有很清楚的地方 还是有他哪里 对 尤其在parking lot 里面 这个出口 出去跟进来 他实在是找不到路 他刚刚一度以为我们已经在外面了 所以他就已经准备要走了 然后自己放起了 这证明就是他真的是用眼睛在探索这个世界 好 出现了 走 走 哇 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 他现在两道没办法分面 他喜欢走 没有他喜欢走左边这一道 对 他不喜欢走右边那一道 尤其等一下要左转了 好 停停车 他的停车的停法非常的加重 用滑的 然后不会完全停车 基本上我们现在还是在墨里面 就是墨的各个停车场的出口 这样子 一直到外面这条路才是真正的 哦 这是第一个停车 嗯 要左转 还是很剧烈 对 然后又要右转 然后他选择是要变道 这路其实都超难开的 因为标线都非常随性 我觉得 然后我们要走到最最最最左边一道 他需要这样 立马切 到大马路上会可能稍微好一点点 转弯度还是蛮大力的 你灯了 嗯 再一次就是 他自己开的时候 不会叮提醒你 然后他现在停在 路中央 找到左边 天哪 后面有车一定下风了 不用后面有车 你已经下风了 我已经下风了 好 停车 后面的确有车 哦 真的 他会等下会一路往右边切过去 因为他等下又转 对真的 天哪 然后后面车子来了 车吼 对面的车吼 在飙车 这车太多了吧 为什么这个时候 后面的车很多 现在凌晨一点半 为什么有这么多车子在我们后面呢 大马路上面 这条路是平常也就真的比较繁忙的路是真的 但现在车子有点多 毕竟是旧金山市 其实每个都比我们快也好 对 他们知道我们是慢慢车 就把我们绕过去就好 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开始往右切 不然他等下切的会很可怕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旁边的车都尽快离我们而去 然后我们再来我们只剩一个两个两个block 第三个路口要右转 像我平常都走中间 就是随时要左转或右转都比较方便 但他又喜欢坐左边 但他刚转进来的时候也是真的很有余 那反正我们就干涉让他去做决定 但是就是必要的时候 takeover 他要右转了 他要考虑我了 那先换一道 还可以 所以他就是一个路口换一道 不错哦 还有后面的车子 不算凶 这个还可以 OK啦 OK啦 要右转 好快 选择最右边这一道 哦 因为 对面过去只剩一道 中间是那个地铁 MUNI就是旧金山市的那个公车专用道 好 如果道路没有标准的话 那要他去猜测去判断 的确是 AI是个非常吃重的工作 这个speed bump 直接踩过 稍微慢一点点 没有很明显 有啊 你看他有减速 有耶 他有稍微减速 嗯 然后这里速限25 我们就是 现在定24 差不多啦 我就是不会让他走太快 毕竟我们跟他还在磨合 第一次 他看到speed bump 然后他又会稍微减速 嗯 哦 有圆环 哇 圆环超难的 天呐 他会说什么呢 他有说 第三个路口要过去 不是 我是说他萤幕不知道会说什么 哦 你就抓好方向 他开好快 各位他走过一个圆环 好难哦 但他走过虽然 有点颠簸 但是 成功了 而且他刚把我束线 往上调 因为旁边的束线是35 我觉得还是要随时注意束线 你才不会惊吓 对 然后必要的时候就把它dial down 调低一点 他还是会提醒我们要 先去实一下里 嗯 这个路口是 你看这个线 画成这样子 对啊 我自己都看不太懂了 哇 这什么线 比小学生还要那个 OK啦 我觉得 OK 因为他知道 嗯 所以过去之后 哇,这个是网小型 这碗很大哦 它直接切到右边那一道 等一下要右转 像我会担心它会不会拧到curve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我们得跟它建立信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看到 理论上应该是有看到,对不对? 对 你说怎么长的? 还没长 好,并到二并一 进来的太慢 然后右转 这路可很小哦 右边有人在 没有很多层 就是 就是 对金山住在路边的人 前面的液晶 右边的车好近哦 好,这个是小巷子 我们会再买一点点 你的地方是在右边的 快到了 快到了 嗯哼 现在你的地方是在右边的 就是这棵树 结束 结束 好 还不错 到底我们离右边多近 你会觉得它比较右边 有没有 左边比较大 但路很小 所以它就保持在线里面 这个是第一个 左转 OK 它的转弯都很猛 嗯 我喜欢它朝我们这样 在通常 其实这时间好像等不太快 唱车 是这样 嗯 诶 它是要让它吗 感觉是 很小的路 你看到这个 凤凤里面 都后面很帅 对啊 现在要右转 再以为一台车 而且是警车 警车可能会觉得我们很 我们现在只有 我们要转右转 这是你自己按掉的吗 因为它如果这时候 直接右转过去的话 而且我认为它真的会直接就右转 是哦 然后警察就会把我们拦下来 可能警察背背还是怪一点 因为我知道它刚刚第一次 在警车左右后方停的时候 它已经是停完 它认为要停的那个 右转的 stop sign 要红灯右转的那个 暂停它已经停完了 所以它在警车旁边那个时候 它是会直接过去的 它会直接转过去 但是对警车来说 那个地方才是要 那个地方才是它要停的地方 那你觉得它有可能停两次吗 你觉得它不会停两次 没有刚刚它那边已经准备滑过去了 它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左边才要继续走的感觉 这集算是我们开箱FSD Beta 我自己觉得制作上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那我的心态是我们在帮忙测试 就像我也有加入Apple的Pubbit Beta一样 偶尔会帮忙提供feedback 虽然看了很多学长剪的影片 但是第一次自己上路 我们还是蛮紧张的 你吧 哈哈哈哈 尤其是旧金山的路高高低低 很多路也很窄 我觉得FSD Beta 10.2界面很漂亮 很有超时空感 整体表现比我预期好蛮多的 但是停车上如果是白天人来人往的时候 应该会更可怕 我们会继续规划一系列的测试 也欢迎大家提供想法 或在社团上跟我们讨论 很开心过去两周 有大家陪我们一起考特斯拉的驾训班 也感谢你们的订阅与观看 就这样咯 拜拜